臺灣的消費者 是不是真的比較喜歡兵士呢 其實這種乘風的旗艦車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他一定是各個品牌 不管BBA Lexus 最具科技都火力展示的地方 所以你會看到A8有非常多 這個品牌 歡迎剛說1718年開始 到現在流用很多技術 但我覺得不管是從以前 可能很多比較特殊背景 會選大七 然後像一些什麼科技新貴 或是醫師等等 選奧迪Volvo 賓士的S-Class 就是俗稱的大本 真的是各個領域 一個最高階的黑頭車的代表 那他 我覺得縱貫臺灣的歷史 已經非常非常久 甚至可以說跟賓士 三芒星這個品牌齊名 在當初他們大概1970年代 真正開始細化分車型的時候 S-Class就已經存在了 那每一代的S-Class 其實都會帶給我們一些新的東西 譬如說從W108開始定調 這個S-Class之後 大家比較熟的應該是W116 我記得應該早期的一些總統 好像也有用過這樣的車型 那其實他有一些當年 很新很厲害的科技 像ABS系統有氣囊 那等到到大概W140那個時候 就是大家熟悉的大水牛 空間大了非常的多 而且一定黑的 你在路上看到絕對是黑的 那即便他只是一個司機 站在那邊下車抽根菸 你都會很敬畏他 那就是當年的一個身份 有臉的人才會猜 沒錯 拿個大哥大 哇 誰受得了 那到其實在那個年代 就開始把大排量 因為早期可能都是兩千三千CC在做 但那個時代大排量 就已經變成是車輛地位的象徵 那S500 S600 V12開始套用上去 差不多開始到W220的時候 有一些柴油 V6的動力才慢慢套用上來 那我覺得以現代的旗艦車來說 比如W221的賓士S-Class 算一個時代切下來的劃分 因為他有了一些比較先進的資訊系統 有像什麼 像現在線控的排檔把賓士的那套系統 所以大家比較熟悉的科技 開始慢慢出現 而在當年其他的車 其實也都還沒有 那我們真正熟的就是從W222開始 就上一代的S-Class 我覺得這可以說是一個品牌 到現在的幾大層 不管是外觀 空間 用料 材質 他全車全部都換了LED的燈具 沒有任何一顆傳統的燈泡 甚至MVUX的系統 但到冠儀剛剛說的W223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最新的S-Class 他有短軸柴油 有長軸 汽油 甚至是複合式的動力 有MyHybrid系統 其實真的在科技上 已經非常的齊全了 比如說12.8吋大螢幕 最新第二代的MVUX的系統 他還可以預判你司機所有的動作 你往後轉頭要倒車的時候 後面這樣連自己就幫你降下來 等等就科技拉滿 已經沒有任何其他再更多的東西 可以再加上去 連AR的擴增實鏡都放上去了 絕對是每一個時代 最高科技跟旗艦豪華的代表 但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冰式我自己最喜歡的 其實是W221 222這個世代 到223的時候 外型我們先不論 那我覺得再加上科技之餘 有一些材質跟用料 我覺得是他們可以反思的地方 因為很多人說現在的冰式 你這個問艾大最清楚 他開那麼多冰式車的人 現在的冰式 你會覺得他很多的感覺皮啊 用料啊 還有過去冰式那一種氛圍 好像有一點點不復存在了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反思的地方 因為你要比科技永遠比不完 你看 冠儀也看了最新的大漆 那螢幕那麼大 誰比得下去啊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永遠會被取代的 但是在冰式 你我覺得作為一台旗艦的轎車 他必須要保持最高的 很多細膩的質感 例如像剛剛看的A8 他確實像艾大說的 有一點點的年代感 我們必須老實說 但是他很多細節的用料 材質的堆疊 我覺得還是一輛乘風買家的車 我覺得S-Class 除了科技感之外 他的高貴的氣質跟他的質感還是有 但是他應該 我覺得為了給這個麥巴赫讓路 所以有一些東西 就放在麥巴赫上 對 就相對於跟他同級BBA裡面 等級的對手來比較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好像怎麼搞的 這不是我以前認識的賓士 你會有這樣子的一點點感覺或是錯覺 我想這一點在賓士 其實他對於NGCC入門的A Class B Class 開始要停產之後 要重新回歸賓士整個尊榮 以及高質感的一個走向設計 我覺得這是很樂於見到的一個出發點跟方向 而且他們其實走向你會發現新一代的S-Class 大部分會說好像好料全部都放在駕駛座的部分 反而覺得好像後座的這個色彩稍微淡了一些些 因為他的科技大家的評比會覺得說已經海放對手 已經好幾條接了 可是BMW可不是容易欺負的對手 他也是非常強勁的 近期我們也看到全新大改款的大漆 你賓士有12.8吋 我硬就是要給你多一個31.3吋 還不是12.8 是一開頭 是三開頭的 嚇死人的大哥 真的很浮誇 我們前一陣子都有去參加所謂的私密預賞會 雖然這個車要到年底才會正式發表上市 但是早個半年前我們就已經 當然不只是我們 還包含了所謂的VIP 還有經銷商都來看 為什麼要找這麼多人 然後提前這麼多來看這個車 就是因為7系列 不只他是BMW旗艦 而這一代的7系列 甚至是現在BMW 所有能夠拿出來送給消費者 提供給消費者 提供給車主的一個 算是一個會萃的一個大臣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代的7系列也是第7代 然後所以我就很好玩 你看第7代的7系列 原廠廠內代號還叫G70 777 光聽名字都覺得好吉祥 好幸運的感覺 對 然後為什麼我們會說這台車已經 進化到這種程度呢 首先你從車長就知道 在這一代7系列開始呢 他一樣他再也沒有分 所謂的標準軸或者是長軸版本 他一律都是以往的 算是長軸版 甚至還要加的更大 所以他的車長呢 現在已經到了5391mm 也就是將近5米4 這已經是巨人等級了 其實已經可以上看到他們同集團 老實來實的Ghost的等級 快要到了 所以他的軸距呢 3215mm 這個也確保了他的座倉空間 尤其是後座一定寬闊到下死了 事實上是我們乘坐進去 那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那除了這個部分以外呢 其實在外觀的設計的部分 因為這次賞車會 放出來的車子是一台雙色 呈現的一個車 然後上面是銀灰調 下面是藍色調 然後那台車呢一放上去 說真的 每個人看到都覺得 好像看到一台勞斯萊斯 而不是7系列或S-Class這個等級 這跟愛達剛剛講的一樣 其實他 他佔了一個優勢 他沒有MyBuck 像賓士S-Class跟MyBuck 他必須要做出區隔 所以他就要把S-Class稍微簡化一點 讓他看起來沒有那麼雍容 但在BNW來講 他沒有這個顧忌 反正勞斯萊斯是同集團 但是那是勞斯萊斯的事情 我BNW只要做到最好就好了 所以他把所有的能雕琢的 像是現在大到已經不可理喻的 水箱護罩 雙盛行 然後像他那個分離四頭燈 他也很大膽的 在7系列上面 就直接就啟用了 然後甚至呢 這一代的7系列呢 他的旗艦還會用i7 就是電動版本 然後是60 那動力數據相當驚人 544匹 0到100加速4.7秒 續航力590公里 這些東西 他等於把所有 我們車廠會的東西都放在裡面了 那當然就包含剛剛冠儀有講到了 那個後座 那個31吋 31.3吋的那個 我們現在不是都在封 捍衛戰士2嗎 對 然後都在搶IMAX的票嗎 坐在他的後座 你自己就有一個IMAX的 一個人 而且是8K喔 對 而且他的比例是32比9 是那種真的是IMAX全螢幕 然後你要調角度什麼 完全依你的喜好 然後甚至呢 他的螢幕多到連你的後門把手 都有一個5.5吋的小螢幕 那個把手上面的小螢幕 他是用來控制什麼 他是可以控制像座椅啊 像遮阳延啊 以往是在那個中央扶手的地方 他現在變成在門把上 是的 感覺又更加的尊榮了 所以這些總統加起來以後 我們以前都說 從我剛入行的時候 什麼165 166啦 F01啊 G11開始 我們都會說 喔 這一代的7系列 已經不輸S-Class了 我覺得講了三四代了 都已經一直在講這個話 但是到現在呢 這個車呈現出來是這樣的品質 跟這樣的享受的時候 我覺得以後很有可能會是說 S-Class到底會不會贏7系列了 因為7系列已經走到這種程度來講的話 真的要追他 大家都要很努力很辛苦 是啊 因為後起之秀 總是會超過前面已經先出現的嘛 沒錯 對 可是如果以S跟7來比的話 你覺得日後7的銷售 有沒有辦法贏過S 而其實最近來講 因為說真的 大型房車市場也是逐漸 稍微有 沒有那麼嚴重的往下掉 但是其實也是慢慢慢慢縮小當中 所以在這樣子一來一回之後呢 我覺得7系列的銷售量 在之前當然都比不過S-Class 但是在這一代來講 我認為會追近 但是能不能超越 我是覺得不見得那麼樂觀了 但是會追得很近 這倒是真的